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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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席 我们上一次的讲座里面 学习了 十佳十宗在这些无量数据里面 比较核心的 非常重要的 三十个寄宋的讲解之后 我们正式地感觉到 对极乐世界这些菩萨 这是以往生的这些 极乐世界的注重 他们的日常生活 也是圣着的生活 感觉了比较具体的了解 那么释迦慕尼佛给我们 从八个方面 八个方面大体的来介绍了一下 这些圣者们 他们这种自在的 清净的 非常惬意的这种修学生活 在上一次的学习里边 我们看到佛首先 给我们介绍了极乐佛陀的这些菩萨 都会一生五出 并且每个在极乐佛陀的生命中 菩萨中 包括我们这些 凡夫往生的众生 都有比较殊胜的生光 就是升起是靠放光明的 尤其在这里列举了 观音菩萨和大师智菩萨 他们的这些光明 可以变照三千大千世界 所以他才能够 却助祝福 尤其阿弥陀佛以及释迦师中 能够度化众生 在这个基础上 进一步介绍了极乐佛陀这些 众生不仅仅是 自身光自殊胜,并且俱足三十二效。 然后也告诉了我们,他们的智慧和神通都是非常不可思议的。 并且也告诉我们,这些菩萨虽然他们去释放国土去随缘度化众生, 但是在入生死流的过程中,自己不会被生死所祭福, 有的人说他们生死是自在的,不会被业力所转,流转在三奥道的。 那么即使有些他是视线在地狱道啊,恶鬼道啊,出神道啊, 去以凡夫的眼睛看,可能是在受苦, 但是从这些菩萨圣者的角度来说,他们完全是在视线, 视线在度脱堂有缘的种神,或者说他们甚至已经像层次比较高的这些大菩萨人, 能够度化,以及这种无缘的众生,都是他们所有度化的对象。 第六个层面呢,是佛陀比较详细地述出了在极乐世界一个非常重要的修行科目, 就是修供养。 那么修供养这个层面呢,在上一次我们讲习当中呢, 我们先看到这些极乐国土的这些菩萨, 离开了这个极乐世界。 那么,然后封身散影,一刹兰间,便满到其他的十方佛刹去供佛。 供佛到了这些地方,它这种意念要供佛的工具, 各种各样的不可思议的这种庄严的工具, 就是寡香、祭月、宝衣、宝贝、宝帆、宝穿等等等等, 都随着他们的念头自然显现在他们的面前。 尤其是在汉语本里面讲到那些菩萨们供佛所用的这些花, 花它的这种启量是随着这些菩萨们他们的意念呈现在他们面前。 启量之大是不可思议,就是转转增上、转转增胜。 六十由旬、一百二十由旬、两百四十由旬, 甚至这些花大到能够遍复三千大千世纪。 一个佛所教化的区域。 由此这种整个的花供,这种供养具的殊胜呢, 它这种花都是放光的,也是放香的。 也就是说他们在供佛的这个过程中呢, 也是一个做佛式的过程。 我们所看到的好像是这种非常热闹的这种, 就像舞台剧啊,这种非常的盛大, 局面都是非常的壮观。 但是,它在做完这些供养之后呢, 你看这种各个细节的做完之后呢, 它是要有原因的。 我们今天呢,我们接着看这种供养的后面的后续情形。 今天是我们这个第五十次的讲座。 大家可以翻篇到第165页。 说,其诸菩萨,千人心欲,在虚空中, 共奏千月以为妙音,歌探佛德。 那么这里我们看到的是, 当他这个拿着这些花啊, 不可思议的香花工具, 到了这些十方祝佛的国土, 共活。 共活之后,紧接着下面一个层次呢, 就是要称赞佛的功德。 那么我们看这个描述, 它是从这些菩萨,千人心欲。 就是这些菩萨, 由于他们在供佛的过程中呢, 本身这都是修无上福钱的过程。 那么通过供养这样一种佛事, 可以说这是一种佛事呢, 能够调动他自己的这种福气心, 调动他自己无量铁以来供养祝佛的人善根。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菩萨的现供, 和前面这些菩萨所供的依拉长啊, 它都是有这种殊胜的意理所包含在里面。 那么通过这些供养的不同的形式的表达, 你看我们经常说是这个供花, 这是要知道因果是有其因如是因如是果, 它要积极精进的修学菩萨的因形, 因为有花才有果。 那么我们看说供养, 菩萨的供养在佛教里面叫柔和仁有义, 那都是通过供养是修忍辱行, 修忍辱心的。 因为柔和仁辱呢, 不仅仅是摄护自己法身毁灭, 也是度化众生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 那么供养的还有那些华座, 通过这种华座能够体现出菩萨这种不贪着一切, 在供养的过程中又显现空性的智慧。 供养宝窗、宝藩这些呢, 就是要树立正法床, 树立正法床能够破血险症, 通过红尺、红护正法, 才能够让正法床竖起来。 那么血界它自然就会灭亡。 所以当供养的这些环节, 它逐渐一步一步一步增胜, 尤其是当这个整个的花脉、花床的人, 它这种供养过程中出现不可思议的神变。 这些就是菩萨自己的这种恭敬的心意和这种佛, 供养祝福祝福的加持力, 然后所显现出以这种形式, 以这种不可思议的广大的这种, 花慢、花挑、花肺这种形式来度化众生。 那么自然在座的这些, 以及参加供养的, 因为这里你可以发挥一下你的想象力, 这个供养它不是像我们走在路上, 或者说是爬山一步一步爬到高处去供养, 端坐在山顶的佛。 而是这些菩萨都是飞在空中的。 它这个供养的过程中都是一个散花的过程, 这个花捧出去以后, 它自然会呈现在佛菩萨的面前, 或其他祝福的面前。 那么当这个花不断地旋转增盛, 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恢复不可思议的时候, 大家看到这样一种不可思议的这种象装, 都是非常的心悦, 非常的欢喜赞叹, 无比的发喜。 当然, 光有这些花, 这些还是不够的, 为了让这种供养的局面更加的殊胜庄严, 那么紧接着你看, 在虚空中共奏千月, 以唯妙音隔太活动。 那么这些菩萨它自然而然的在虚空中, 就会奏发各种各样不可思议的圣庙的音乐, 来供佛。 这里也是, 我们经常说是菩萨的修学, 这个就是和一般这种上座部, 我们所说的那种蓝串佛法的修学, 它就完全有这种大不同之处。 在这个小生佛教里边, 你基本上是看不到说是有这种舞蹈啊, 音乐啊,这种供佛的形式。 但是在大乘佛法里边这种菩萨供佛, 大家我们你看, 有时候去看看这些东黄石窟啊, 这些龙门石窟啊, 这些造型啊, 这种既月天的啊, 这种菩萨的, 这种反盘琵琶的这种形状出现。 它都是以这种不同的乐器啊, 它都是表不同的法, 不同的舞蹈也是表不同的法。 当然,这个舞蹈和我们所理解的这种 深色泉嘛, 这种生活它是完全不一样的。 它这种是以自然而来自发的, 这种从清净的, 唯妙的, 自信里面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欢喜的状态。 所以, 我们有一些同学说是, 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以后, 是一个反复, 我本身什么都不会, 我哪会跳舞啊? 我哪会唱歌啊? 我哪会去奏乐啊? 这个就是菩萨。 你看, 修学过程中, 我们说大乘的菩萨行, 它要修舞名啊, 这种功巧名, 一方名, 这种声名, 就是学音乐。 各种乐器, 它要度众生的方便, 它要掌握。 因为有很多这种喜欢音乐的众生, 并且以音乐的这种方法来度众生, 本身它是有不可思议的妙用的。 这种奏乐, 以这种奏乐出音声, 所出的音声是非常唯妙的音声。 这里所说的唯妙呢, 就是它是亲近的音声, 能够契入到佛性的音声。 可能我们在这些上一代人, 70年代人, 80年代人, 60年代人, 再往前面走50年代, 40年代, 可能大家对于音乐的这种欣赏程度都不一样。 但是一个总的趋势, 就是越往前面看, 你越看, 你会看到那种大家写的歌词, 你都知道。 以前的音乐这种歌词, 可能真的还有很多的其他意义在里面, 教育意义在里面。 然后你现在看90年代的, 这种00后年代的, 你看看它歌词, 你不晓得它们要干什么, 自此难免呼呼, 喊得很过瘾, 但是它目的是要做什么, 你真的是不知道。 所以在这些菩萨供养佛的这些音乐里面, 它出为妙音, 以这种音乐的形式来赞叹佛的功德。 这就有点不可思议了, 这个歌和佛德是用音乐的表达的方式。 那也就是说, 你看我们现在可能是假如说有一个甚大的机会, 尤其是讲我们一般过国庆的时候, 大家聚在一起, 这种爱国的热情非常高涨的时候, 你会用一些非常寻壮的乐曲, 来表达你那时候的心情。 或者一种非常慷慨激昂的, 能激发大家, 共同对这个国家, 自己的文化, 自己的民族, 有这个非常热烈的这种拥护, 和热爱的这种感情, 它那个音乐就能把它激发出来。 那么这些菩萨在这里, 是以这种微妙的音乐证来赞叹佛的功德。 那就是说, 假如说我们说现在有一个教教乐乐团, 或者很多个教教乐乐团, 他们想赞叹佛有多么的伟大, 多么的智慧, 多么的圆容, 多么的不可思议, 是通过大家, 拉小琪琴, 拉大琪琴, 弹钢琴, 是通过这种方式来表达出来。 喊佛琴, 喊佛琴, 直接用说话的方式。 那么你看这些菩萨, 他之所以能够用这种非常美妙的方式, 用音乐作为语言, 来表达他对佛陀的恭敬, 对佛陀这种功德, 智慧的不可思议, 那也是他至少他要了解到佛陀的伟大, 佛陀的慈悲, 佛陀的智慧。 并且他要对这种乐器的掌握非常纯属以后, 他才能够把这种和音才能够配合出来。 你看这些菩萨走到一起来说, 就是他们事先是没有经过这种排列, 也没有经过这种漫长的在一起的这种乐呵抖。 走到一起, 他都可以大家, 你来一个乐器, 我来一个乐器, 我来一段, 你来一段, 就可以把这种佛陀的这种不可思议的对众生的慈悲, 度化众生的不可思议的善巧方便, 种种无尽的功德能够表达出来。 我们在大支度目里面, 我们看到说是这些菩萨, 他能够把佛的功德要赞叹出来。 那至少就是说, 他从他的层次来说, 他曾经有一个比喻, 说是这些三弦位的菩萨, 就像我们十足十行十回向的菩萨, 就像初一, 初二, 初三的月亮, 初三, 初四的月亮, 至少的智慧, 得能有那么一点点。 那么当这个地上的菩萨, 就像这种初十以后十二十三的月亮, 那么到等觉菩萨, 那就是十四的月亮, 到佛呢就是一个十五的月亮, 就是一个满月。 那这就是告诉我们, 是什么? 这些菩萨, 虽然说是他的层次正位, 还没有达到这种一个满月, 那么圆满, 那么交接光亮的程度了。 但是呢, 他本身已经是, 起会到月亮的得, 月亮的起, 月亮的用了。 所以呢, 他也已经能够放过了。 这个, 能够把这些佛的智慧, 得能要赞叹出来, 并且呢, 是以这种微妙的音乐的方式, 能够赞叹出来。 这个都是不可思议的。 这个是, 那我们经常, 作为凡夫众生来说, 你想, 有时候要赞叹佛的智慧, 都不晓得从何所起。 好, 赞叹结束以后, 后面就紧接着说, 清受经法欢喜无量。 那这个就是佛开法会了, 你都知道, 最重要的目的, 还是要讲经说法的。 在前面这些, 大家热闹的这些, 欣喜的表达方式, 结束之后呢, 那么佛要说法。 佛要说法呢, 这些道场的菩萨, 去供养菩萨, 那么他们供佛的最重要的目的, 不是说是拿些花, 在果身上撒一撒, 唱唱歌, 跳跳舞, 给佛看一看, 表达自己的功敬, 欣喜之心。 那么最重要的, 还是要文佛说法。 所以这里说是, 清授精法, 清佛陀宣说不可思议大法呢, 他能够信授, 能够持诵不失。 那么这些, 我们在四十八院的内容里边, 已经看到过。 当这些菩萨众往生到极乐佛陀以后呢, 他都能够得文痴, 陀罗尼这样的不可思议的功德。 这是说, 佛所说的每一句话, 每一个字, 都像大小珍珠, 落玉牌一样, 全部都能够收在他的心里边。 能够过而不忘。 全部都能够记得住。 记得住, 寿还包含你能够记得住, 还要能够去做的。 所以应该从, 清授这两个字, 它也是一个文, 文清以后, 当下能够, 能够一持不忘。 然后后面, 就是一个奉行的过程。 这样的清法, 它才是有意义的清法。 不然的话, 他去热热烂烂的场面过了以后, 玩得很尽兴。 佛说了什么, 忘得一干二净。 这样去一趟, 就是这个目的和意义来说, 就完全和他供养。 供养的目的就完全没有达到一项文费了。 那么正是由于前面有这样供养的不可思议的功德, 在清佛说法有这样不可思议的受用。 并且它在修学上面, 目标会更加明确, 智慧上面会更加的增进。 那么它会更加的欢喜, 这种法系会显现的更加的汉畅灵力。 那么在汉语本里面就描述的比较详细了。 可是这些供养祝佛之后, 供祭随着他们的意愿出现, 然后他们就非常欢喜, 欢喜做下清经。 清完经以后, 还要把佛所说的经法要奉送通力, 成之经道。 就是说对佛所说的这些经法, 它的利益它都能够通达, 能够重新在他心里面能够温习一遍。 那知道佛所说这做经法, 这做法的目的是什么, 他心里面是非常的清楚。 最后一个节奏是供养佛以为食之前, 忽然清举还其本国。 最后一个供佛的层次就是供完之后, 就回到了西方极乐国佛。 那么这个在太义本里面, 也是描述的会更加详细一点。 就是说这些菩萨它共佛。 当这一宗佛这种整个过程结束以后呢, 它向这种佛顶礼告架, 顶礼告架, 然后它会再飞行到其他的佛所, 再去和前面这个节奏一样, 再去供养, 再去这种不可思议的供养妙具献田, 然后赞佛, 然后再清法。 就是这个整个过程再重复一遍。 那么那种佛就说以后, 再到其他的佛所再重复一遍。 就是因为它本身它这个速度都是应念继续, 应念就到那种佛的场所了, 那种佛的净土, 或者是甚至许会徒的佛面前去供佛。 当正一切的这些供养, 它这一切的功课, 修行结束了,完毕了。 在, 其实你看它喂食之前, 按我们来说就是上午了, 就是已经去过那么多的佛刹了, 但是呢还没到中午, 还没到吃饭的时间。 那么吃饭去哪里呢? 回家去吃, 喂食之前忽然轻举, 忽然轻举, 那整个身体就像这个, 现在那个航母上那种, 那种垂直起降那种战斗机一样。 那不是滑跃起降, 那不需要一个跑道, 它突然就提升了, 升起来, 像英雄一样。 然后呢, 这次表示它的神通道理, 这样的不可思议。 一转眼之间, 念头一动之间, 就回到了西方极乐国土。 所以你看这个, 整个的过程, 从极乐世界出来, 并满十方岔土去供养祝福。 那么这些工具, 都是随着它的意愿, 显现到眼前。 然后呢, 它开始显现之后供佛, 供佛之后, 以音乐供佛, 舞蹈供佛, 再佛, 在佛结束以后, 就静静地坐下来, 听佛说法。 那么这种佛, 讲完法以后呢, 然后他就告假, 告假再去其他的佛所, 再供佛, 然后再闻法, 这整个过程再重复一遍。 那么最后, 再回到西方极乐国。 那么这里, 从这个文字的表面来看, 是还起本国了, 就是回归到极乐国, 他的本来发出, 本来出发的地方。 那么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说, 这里还起本国, 也就是说, 当我们看到这些动态的形式, 动态的供佛, 整个这种非常盛大, 非常伐喜, 甚至我们可以说是一种非常欢唐的 这样的局面接触以后呢, 他要回归到他的本处, 回归到他的本性, 回归到他的本来。 所以这个就是要去把新罪收回来, 要回到本国去安坐, 去新学的这样一个国场。 这个其实从整个他的步骤来说, 从整个共和这整个过程到最后, 还归自信, 回归自信, 把新收回来。 这个也是告诉我们, 作为这个学佛的凡夫弟子, 我们应该所要做的。 当我们这个参学啦, 文法啦, 清经啦, 各种各样的这些, 在外边的这些动作的, 动态的形式接触以后呢, 我们要学会要守静的, 把我们的新收回来。 所以我们说文法它是一个过程, 从我们来说, 文思修当下是一起的。 那么, 还归本国虽然说是整个的共和的过程, 都是一个思维, 都是一个修学的过程。 但是呢, 我们可以说, 在动态的修学和静态的修学, 我们必须要能够互相呼应。 这个其实对于我们现在, 学佛的这些佛弟子们, 所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目。 我们这个第十二代九词, 车悟传词, 经常用的几个字是, 狂心动泄, 泄迹菩提。 就是我们把卫点这些, 我们所能看到这些, 整个的共和过程, 修学的过程, 这其实它是一个香味的过程, 新香味的过程。 它也是启发我们的自信本具功德的过程。 但是在最后, 最终它还是要回归到我们极乐国土的本来面中的。 极乐国土是一个佛的涅槃土, 极乐国土是一个住上善人聚会立处的地方, 极乐国土是一个常乐果尽似德具足的地方。 还归到极乐国土也是表明我们要回归我们亲近的自信。 那么在我们日常的修学的过程中, 我们把这个心如果说老是相会的话, 心老是躁动的话, 老是不回归不返快不反省的话, 那么我们的修学是很难往上提升的。 尤其是我们现在这种干扰的东西很多干扰。 如果说是你这个人老是一个动的状态, 然后一会儿眼睛那边看看这个, 一会儿拍拍手机, 发个信息, 一会儿找到这个, 一会儿找到那个。 每一分钟使心能够守得住, 安静下来, 让自己能够单独面对自己。 那所以你看为什么我们看到这些, 场中的修学这个最初, 最初的这些几年, 十几年, 都是让你能够能够在那个定下的, 不要动就算是有本事。 有些人他坐在那边, 你看坐半个小时, 坐一个小时, 他是如坐针竿啊, 那因为他这个心里, 跟他模式狂躁不安。 你看如果说是大家看到猴子, 一会儿瞧一下, 一会儿瞧一下, 没一分钟是安静。 那么现在就是让我们把我们这个狂躁的心收回来, 改复尤其是你向胃的心。 那有些人, 你看这个以前到晚, 他这个心不向胃, 他很来受。 那没事找事, 总要找点事情做。 你如果说是把我们的手劲的功夫能够抓得住。 那丢这几分钟, 如果说是这几个小时之内, 你就一心一意坐在那边, 你就把所有的心思, 所有的念头都放在念头上面。 或者是你放在如法思维, 如法思维法义上面。 那你就想按这个我们所学习的, 这些祖师大都所教导给我们的, 某一段经文, 某一段句子, 或者就是去思维这个佛号里面的意义。 那你能够把这个心守在这一点上面, 这也必要去想其他的东西, 做其他的东西。 那也不要老是想着要去告诉别人你现在干什么。 尤其是我们现在你看这个, 现在你看这些自媒体, 包括这些Facebook这些, 都是我们自己心性的显现。 因为每个人都想做记者, 都想让别人知道我现在做什么, 吃到一个什么好吃的, 赶紧拍照照片, 先给大家知道。 那去了什么地方, 赶紧拍照片给大家知道。 就是因为我们心思向味的, 所以我们就感觉了有这些东西出现。 那它正好又随讯了我们的习气, 大家又兴起热狂。 这个东西你看, 它这么受热狂, 这么受欢迎。 这也就是你看佛法的修学, 为什么你看这些各宗各配的祖师大德。 在修学的过程中, 尤其是初学的过程中, 所以你要真的是能够守得住寂寞。 第三个, 冷灰里边要守几十年, 十年,二十年, 你渐渐地能够把心沉下来。 沉下来以后, 你才会看到自己各种各样的欲望和念头的升起。 如果心总是想味的话, 我们是看不到我们自己的念头升起。 我们很觉得我们很亲近, 我们甚至也觉得我们很善良。 我们甚至标榜自己都是个好人。 这也就是在这里为什么你看, 在共和接触以后要还到本国, 表面上是回到了极乐国土的本处, 但是真正是让我们回归我们的自信的。 好, 我们再看下面的文句。 那么这个是第三十五品的内容了。 佛与阿难, 无量受佛, 为助身闻, 菩萨天人, 班宣法师, 都惜集会七宝贾堂, 广宣道教, 演唱妙法, 莫不欢喜。 心解得道。 祭食四方自然风起, 吹七宝树, 出五音声。 无量妙花, 随风四赛, 自然供养, 如是不绝。 一切诸天, 皆积千上百千花香, 万种祭月, 供养七佛, 即诸菩萨生能之众。 菩萨花香, 奏祝音乐, 且后来往, 更加开逼。 当思之时, 悉意快乐, 不可胜养。 好, 前面的这个供养啊, 供养结束了。 供养到这些菩萨们, 去他方世界的供养文法。 然后呢, 回到了极乐国土的本土。 回到极乐国土的本土, 是干什么呢? 你看这里, 它衔接的是非常的巧妙。 回到极乐国土的本土, 前面不是说是看到吃饭的时间, 不是回到极乐国土吗? 大家以为要吃饭了? 不是的。 回到极乐国土的本土, 是阿弥陀佛要极重说法了。 这个是在极乐世界, 文法不断的, 这样一个非常殊胜的, 不可思议的修修环境。 每天, 这些菩萨们所要做的内容。 好,我们来详细来看。 佛与阿弥, 无量受佛, 围住身门菩萨, 亲人颁宣法时, 都惜几会祈祷奖堂。 那么他们这些菩萨们, 从魏边一早出去, 十方无量刹土去供佛, 去文法。 结束了以后, 回到了极乐世界。 那么阿弥陀佛看到, 大家就回来了。 所以呢, 就要生做说法。 那么这里说是, 生门菩萨, 亲人, 这个都和以前的毅力是一样的。 就是, 他们往生前的身份, 是修生门法的, 修菩萨道的, 或者是一般我们这些天道众生, 或者是人道众生。 那么这些都是极乐国土的注重。 那么, 阿弥陀佛要, 班宣法, 班就是要公开广泛的宣说, 唯妙大法的时候。 那这里其实, 大家可以和前面的文字, 再稍微去思维一下。 佛说法的时候, 他在这个班宣, 所以这里你可以用了一个班子, 一般我们用班子是, 这个是一个上级对下级这样一个词, 或者是一个权威的部门, 比如说是政府要发布行政命令啊, 国会要颁布一部法律啊, 让大家广泛的让所有人都知道。 那么这里用这个班子呢, 就是说, 阿弥陀佛他要说法的时候, 他当然是也是要放光骗锐, 把那个信息传达出去。 传达出去, 他不仅仅是让极乐世界的这些著重都知道。 那么在前面的文字里边我们看到, 极乐世界它这个整个的范围是广大无垠的, 无边无际的。 那么我们在宣出正法的时候, 或者是讲经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时间上的根源。 因为如果说我们有一些同修去过大的丛林寺院, 那有什么重要的法会, 它是枪中击鼓啊, 一些去藏传的寺院, 因为他们吹了个法罗啊, 一吹以后大家都知道啊, 今天有重要的法会要进行了。 那么佛他要在举行这样的说法会的时候, 他放光谢锐, 只要一放光以后呢, 那么其他的这些在极乐国土的众生, 以及在他方世界的众生, 都能够接受到这样的信息。 那么当然有些同学会说, 阿弥陀佛每天在极乐世界的说法, 但是我接受不到这样的信息。 如果说是你得念佛三脉的话, 你就能接受这样的信息。 所以这个就是说, 我们本身自己这个接受器有问题。 阿弥陀佛他一直在那边放光这说法, 因为, 但是我们呢, 到现在我们接受不到。 如果说是我们这个镜子够亮, 我们这个接受器的功力够强的时候, 我们自己已经认得了念佛三脉这样的, 这样的境界呢, 那么我们当下就要知道, 阿弥陀佛有说法了。 说法都是集会到七宝讲堂。 这个在前面的上卷的内容里面, 讲到这个唐社楼冠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这个七宝讲堂。 这个七宝讲堂可不是我们这个讲堂的这样一个概念。 我们看到在前面的文字里面所描述的这个七宝讲堂。 这个七宝讲堂基本上就是一个法界的概念。 广袤无垠的。 你看这个七宝讲堂的位面, 它是有各种各样的宝池。 池里边有这种大功德水充满充盈。 那么充盈的岸上呢有宝树, 七宝讲堂。 那么七宝讲堂的内部也是的。 内部也有宝树,也有宝池。 并且这种宝池的体量都是非常宏大。 本游雄,天游雄,万游雄。 所以呢,在这样一个大的概念里面, 我们就知道,这个七宝讲堂所容纳的, 就不仅仅是极乐世界的这样, 无量无数不可思议的这些菩萨众、 圣文众以及网上的这些千人啊。 因为他还要容纳这些其他法界的, 其他世界的,其他佛座下佛派来供养, 派来文法的这些菩萨弟子, 善文弟子。 那么我们就可以想象这样一个概念。 所以阿弥陀佛所说的法会, 要宣经的法会, 它基本上都是一个法界的打击会。 我们在维摩洁经里面, 我们看到这个维摩洁菩萨他的仗势, 一帐建方的一个小房间之内, 可以容纳三万两千个狮子座, 给这些菩萨弟子以及圣文弟子来演奏, 来清拔。 并且这些狮子座的范围都是非常的高大。 你和这些圣文弟子有很多都爬不上去。 这是一个在佛教里面一个广辖无碍的, 戒指辣虚弥的这样一个概念。 在我们这些一般凡夫的认知当中, 我们觉得说是这个是很难去实现的, 也是我们没有办法去理解的。 一个戒指那么小的体量, 那么小的一个物理的范围, 怎么样去容纳下一座虚弥山的范围。 但是在这个菩萨的境界里面, 尤其是在七宝讲堂, 这是阿弥陀佛的涅槃境界的宝堂里面。 这个也是我们这一般的凡夫众生的, 新性的广袤无边的大礼堂。 我们在谈这个, 心包、太虚、量、周、撒地。 这里谈七宝讲堂, 其实就是谈我们的心性之广。 它所容纳的七宝, 七种宝物, 其实是无量宝物所构建的, 珍宝所起现的, 都是我们心性的不可思议的放光线锐的利用。 现在是以这种我们能够所能够把着的那种 礼堂的形式来表达出来的, 其实是我们无碍的心性, 与佛无二的心性的体现。 所以我们在这里谈到说, 在戒指纳须弥, 这个当时, 其实在禅宗的修学里面也曾经有这样的疑问。 也因为禅室的弟子们, 戒指纳须弥怎么去理解? 这个禅室又说, 三到十二步不是你已经背下来了吗? 你这个脑袋层子有那么大, 怎么去理解啊? 不也装得好好的? 所以呢, 在起性上来说, 在我们的理解上来说, 有时候, 长海一滴之北川位, 就是我们这个苏婆世界的任何一个分子, 任何一个原子, 它所具有的都是苏婆世界的起性。 那么当那些菩萨甚至拿到一滴水, 他都知道整个水的来历了, 整个水的构成了, 以及苏婆世界的一切信息都显现在里面。 他能够把这个性的, 从体性上面, 他通过他自己的思想方面, 能够达到这种, 世事无碍的利用。 但是我们只能从这个体性上面去理解, 但是我们在利用上面, 因为我们还没有正到这种菩萨的神通道理。 所以呢, 我们没有办法体会, 戒指拿虚明的这样的不可思议的妙用。 那么从极乐伯托来说, 它是再广还广, 不是一个戒指拿虚明的范围。 一个七宝讲堂, 本来就可以容纳整个法界在里面, 这样一个广大的范围。 所以在我们来谈, 是谈由侠而谈广。 那么在极乐伯托来说, 最广而谈广, 本身它是其量就是无量无边。 即使有最多的本土众生, 或者说是有最多的从他方来的圣者, 前来来极乐伯托, 亲闻阿弥陀佛说法, 它都能够包含在非常舒服的, 能够非常宽敞的, 坐在极乐世界的七宝家堂里面, 闻佛说法。 我们再看后面。 说广宣道教演唱妙法, 再从一个受法者的角度, 就是到极乐伯托, 文法的本土, 以及他帮伯托的这些圣证, 他们的心得体会, 以及他们文法之后的感受, 两个层面来说。 那么阿弥陀佛, 当然他是要非常广泛的, 非常深入的, 详细的, 根据这些各个不同的众生的根基, 一样佛以义音说法, 众生随类各得解。 那么他说的法都是唱他自己本回的, 演唱妙法, 就是佛最想说的一成无上的大法。 这个就和我们这个世界, 你看在释迦牟尼佛, 在最初所说的善文法, 圆觉法, 这些阿含的内容, 这些启示来说, 释迦牟尼佛, 他是没有办法。 所以他要宣说这样的基础的佛法, 让大家能够号要在人道众生之位, 还有天道, 天道众生之位, 还有菩萨, 还有其他的界域的这样的圣者在存在。 如果说是当大家的根性都能够接受这样一成的教法的时候, 佛是没有必要去宣说善文法, 宣说圆觉法, 就是没有必要去宣说五成教法。 那么这极乐国土由于都是菩萨的根性, 所以我们看往生者由于他往生的时候, 他的境界, 他的身份是有身文的身份, 有凡夫, 有天人的身份。 但是到了极乐国土以后呢, 当我们从莲花开赴莲花出来以后, 每个人都具足的是菩萨的中心, 都是大乘的东西啊。 都已经发起了无上的菩提之心啊。 所以我们看到观经里边这种下三败的往生, 他在此界他是发不起菩提心的。 但是这样他往生到西方极乐国土以后呢, 莲花一开, 今天关于菩萨大师之菩萨对他宣说一成十项妙, 他当下都发起了大乘的菩提心, 成佛的心, 广度众生的心, 射受一切众生到净土的心。 所以呢, 对这样的众生, 那么佛要宣说都是他最喜欢的内容了, 他要害怕的面说, 因为所针对的都是达成的根性。 宣说的都是成佛之法, 不会像这个对圣文更新的宣说一个有余涅槃的, 处理了三界这样的, 那么他们只能接受到这个层次。 那么极乐国土的都是一成的, 都是无上妙法。 那么闻到这样的妙法, 在《无以本离别》这种述说就是, 当他们回到了极乐国土, 清闻阿弥陀佛说法, 文法的当下, 一做法清完以后呢, 他能够得到, 不仅仅是充满达喜, 内心是无比的欢喜, 并且呢, 心结得到。 那么谈得到, 我们这一般谈得到都是, 虚佛环算是得到, 就是出国的阿罗汉, 这样一个水平, 心结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大车大悟了。 那么这也就是告诉我们, 当这些弟子们, 文法的弟子们, 如果说是还没有达到这样的大车大悟的境界来, 是要闻阿弥陀佛说法, 坐在七宝讲堂里面。 那么这一做法清完之后呢, 没有得出国的, 就能得出国。 那么已经是出国的呢, 他就能得二国, 得三国。 已经是三国的呢, 他就能得四国阿罗汉的水平这样的断正。 当然这个是从本身到他希求, 得一个身闻成的圣果, 真要这些种性的众生。 那么对于这些法清本身, 他要修菩萨道, 他是以菩萨身份往生的, 更起比较利的。 那么从性位的, 他们就可以到诸位, 诸位的他可以从初诸, 二诸三诸, 一直一做法清完他的修正水平, 那马上就能得到提升。 所以这里不仅仅是从慧解上面, 并且呢, 是从证悟上面。 就是清经文法在极乐世界的功用, 是如此的不可思议。 这样的修学, 如果说是要在像我们这样的国土啊, 我们这样的会土的修学, 那是太难太难了。 你看初古罗汉, 他开悟了, 我们算打车打悟。 然后到二国, 还要七次王派人间天上, 七次受生了, 才能到二国。 二国之后他还要一环, 一次的生死。 然后到三国。 三国他才叫不还, 才在不还天里面, 从第三国的境界, 然后才不来人家正直接正第四国的国位。 那都是, 你看都是, 又是多少生之后的事情。 但是在这样的好事, 这样的妙事, 这样的证悟啊, 在极乐世界, 这是轻易做法的功夫。 当下, 当下就能够心解得道。 甚至, 你看对于这些弦位的菩萨, 三弦位的菩萨, 或者是地上层次的菩萨, 他一做法之后呢, 又能够正得阿维悦志, 真正的阿维悦志, 普陀教的菩萨, 不是名为阿维悦志而已。 好, 我们再看后面, 说, 即使四方自然风起, 吹七宝树, 出五音声, 无量妙花, 随风四散, 自然供养, 如事不绝。 你看这个极乐国土的一切, 都是佛果意上境界的显现。 这一切的一报和正报, 它是同时的。 那么阿彼陀佛在七宝讲堂说法, 当这些不同层次的众生, 文法之后呢, 他每个在做的, 都有不同层次的提升, 都有不同层次的证悟。 那么当然这种证悟是非常欢喜的, 因为他只要听一做说法之后呢, 他得有这么大的功德利用。 那么这一念的耐心的欢喜, 那这一做的每一个都非常欢喜以后呢, 新念心一动, 未边境界马上就产生了。 那耐心的波动, 感觉了未边一报环境。 一报环境呢, 四面八方, 自然而然, 地有着得风徐起。 我们在前面已经学习过了, 这个功德之风, 吹风都会灭除我们的烦恼, 增进我们的福奇。 风一吹起来呢, 它会吹到七宝树。 这些七宝树, 各种各样的福奇树, 都是转宝所合成的树, 不是我们在这个世界所看到的, 这是硬邦邦的宝贝, 硬邦邦的宝物。 这是说明这些树的起性的清净, 树的起性的透亮, 树的起性的功能的不可思议。 我们在上边里面都已经详细地讲到, 这七宝树, 每一个树上面都可以看到十方法界的一切信息, 都可以图像性地显现在我们面前。 那么这些树, 这些风, 为这些环境感知到在做的极乐国土这些菩萨众, 这些圣人众, 这些凡夫众, 天人, 马森瑞身份的极乐国土这些注重, 他们耐心地发喜以后, 自然环境, 自然的医保环境有了感应。 这些七宝树也开始奏乐, 也开始奏乐, 奏乐一起, 并且这个七宝树会把, 由德宫把这个树上的各种各样的七宝庙花又传下来。 这些花随着风四处散开, 自然而然来供养阿弥陀佛。 这样的现象是不可思议的, 一直在连续。 你看这个说法之后, 大家感受到这种花起之后, 前面供养, 但后面也在供养。 汉语本里面还谈到, 是这样的, 这个花不断地有七宝树上落下的七宝花, 然后落到地上, 有四寸厚。 你这个四寸厚的这种花走上去以后, 这种感触, 这种柔美的感触, 清净的感触, 走在这个花上面, 都能够增进道业, 都能够减轻返劳, 都能够相处无名道岸。 那么这样这个花, 当它渐渐地显出, 也会显出一点无常的像, 它会有一点小小的枯萎, 然后这个风一吹, 花又没了, 然后又有新的花又落下来。 这样是有四次的往复, 表极乐国土的长乐国尽的四德。 那你就感受一下这种, 在极乐世界整个的环境的修学。 诸上善则一处文法, 文法之后呢, 当你的心念一动, 未别的环境都能够感知到。 感知到以后, 自然又会显现出, 这样殊胜的, 不可思议的, 供佛的又供养的象征。 非常盛妙。 光有这样的盛妙还不够, 又有其他的角色插进来, 您看。 一切筑谦, 皆及千上百千花香, 万种祭月, 供养祈佛, 即祝菩萨生门之众, 普散花香, 奏祝音乐。 所以这些祝天, 那这里的祝天, 就指的是, 从他方世界来的天人。 他方世界的这些千人, 这些仙女, 他们也过来了, 因为阿弥陀佛在推法会, 在讲法, 他们知道了这个信息, 然后拿着各种各样的庙花, 千道的千上的棉花, 以及在极乐佛图, 所拿到的这些宝花, 也四百千万种, 宝花, 宝香, 或者是以各种各样的舞蹈祭月, 各种各样的音乐, 来供养阿弥陀佛, 也供养这座的菩萨众, 以及身闻众。 这些花呢, 他们会把这个花, 宝花, 宝香, 都会洒在空中, 洒在这些佛的身上, 洒在菩萨的身上, 并且呢, 奏出非常盛大的, 美妙的音乐。 这个你看, 我们可以在其他的大使经典里面, 会看到, 当这些千人在散花的时候, 花烙在佛身上, 菩萨身上, 这些花自然会漏下去。 那到引造于有些, 这个圣文成根性的人身上, 这个花的粘子上面呢? 那不掉下去, 它有破了果之, 但是法之还存在。 人空还没达到法空的境界, 所以呢, 它还有一丝这样的执着性, 所以体现出了这些花的粘子在他的身上。 那么这样, 我们看到这些千人来, 可不是一批啊。 我们经常说是, 三界有二十八天啊。 那么这千人来的前后来吧, 更像开闭。 你来我往是非常的热, 老来的人非常多。 但是呢, 供佛的这个过程, 供养阿弥陀佛的过程, 所以这个前面看彼佛, 就是自己的阿弥陀佛。 他们又是非常有秩序的。 前面一批进去供佛, 散花结束以后, 退下来, 然后下一批再去。 嘻嘻嚷嚷的, 也不需要人的维持秩序, 也不需要什么。 现在我们你看, 在这个世界有时候, 这些搞一些大的活动呢, 都是还要去有保安啦, 有特种部队啦, 各种各样的, 因为担心大家的安全。 那么在这里不需要, 大家也都是非常有秩序的, 陪着队来供佛, 来散花。 那么结束以后, 再去也是, 我们看到和其他这些佛的国徒一样, 他们来了以后, 也是供佛之后, 也是要文法的。 那么佛又要说佛。 那么这些就是, 当有些东西也会有疑问啊, 这些亲人怎么会, 到极乐世界去呢? 以他们的这样的身份, 它根本是不可能到极乐佛陀。 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 我们在上卷, 上卷, 看到法造菩萨在发四十八愿结书之后, 曾经有一首寄送, 寺院热刻果, 大天应改动, 虚空诸千神当于真妙华。 就是如果说, 他当时法造菩萨发四十八愿, 如果能够成功, 能够圆满的完成, 最终法造菩萨能够成果的话, 那么三千大千世界都应当震动。 那么天上的天神会散花供养, 天花会像下雨一样飘落下来。 那么当时, 当阿藏菩萨这些寄送发愿结书以后, 四十八愿发愿完毕以后, 果然感到大地六种震动, 千余妙华。 这就是告诉我们, 这个阿弥陀佛在因地, 就和这些祝千, 结了非常广大不可思议的声援。 他当时发愿是请这些千人来作证, 以千人谢花谢锐来为他作证明, 他肯定是能够成果的, 四十八愿肯定是能够落实, 肯定能真实不虚的。 那么千人散花看到这样一位不可思议的, 至愿的大菩萨, 他们本身千人都是以修实善道义, 才能够得生千上。 那么有定力才能到色界。 所以呢, 他们也是要求解脱的, 也是希望门婆说法, 也是希望阿弥陀佛要帮助他们, 真正地得到解脱, 得到处理。 因为他们知道天父也是不究竟的。 所以当阿弥陀佛在这里可以把揮的时候呢, 他们自然会有佛射兽, 能够到极端佛土。 那么还有一类千人, 是他多生多劫以来, 他就有不断的供佛这样的善本。 所以呢, 当阿弥陀佛的法会开始, 他能够以这样的神光不可思议的限制, 发出这样的信息以后呢, 他也会赶得他们过来, 能够供佛。 那么供佛当然也是能够亲闻佛的说法。 善根明利的话, 我们在前面会看到, 甚至都会得佛受寄。 所以呢, 能够到极端佛土的这些天人, 也是都是有不可思议的善根的。 那么这一段文字, 就是我们看到在阿弥陀佛的说法。 这个虽然文字不是很多, 但是呢, 所表达的, 他对于这些天人众生, 包括了在极端佛土的本土众生, 他们得到阿弥陀佛说法之后, 这种感受到的法喜, 以及整个西方极端佛土的依报, 所产生的一种共振效应, 所产生的这种更有不可思议的这种因生共养, 然后宝发出现, 得风险些, 都是像我们说说, 整个的极端佛土, 是这一种非常蜥蜴愧乐的环境里面修训。 所以我们在苏佛世界, 我们有时候觉得修行是很苦的事情, 但在极端世界这种修行, 你是感受不到任何的痛苦, 都是这一种非常愧乐, 非常盛妙的环境里面修训。 都是在阿弥陀佛和观世音菩萨大师的菩萨, 好,我们再来看后面的内容。 佛与阿弥, 祖父母, 大师父母, 彦佛与阿弥陀佛, 无所师母, 无比无我, 无尽无送。 究竟一切菩萨所行 好,这个是释迦世宗对我们述说 极乐佛土的菩萨们的日常生活里面的第八个部分的内容 就是菩萨的行持以及功德 那么这一品的内容文字是比较长的 还包括了后面第37品的内容 就是我们这个金本画本第37品的内容 都是包含在第八大段 第八大段就是谈极乐佛土的菩萨们 他们的修学功德的内容 那么通过这些文字 通过前面的供养 通过前面的对他们的生相描述 通过前面的阿弥陀佛的宣说经法 那么宣法之后 就融到了对于极乐佛土这些菩萨圣众 他们的修学的描述了 那么我们仔细地看一下文字 说佛与阿弥陀佛土 祝菩萨等所可讲说长圈正法 随详智慧无威无师 那么这个第八大段里边 谈到菩萨的修行以及功德 一共可以分七个层次的内容 那么这个第36品的内容呢 都是归于第一个层次 就是菩萨的他们的教化众生 以及他们的行持是没有任何的过失的 这个是排极乐佛土的菩萨 那么首先说是极乐佛土的祝菩萨等 后面是他加入了一个等字 那么这一个等字呢 就告诉我们这里所说的 不仅仅是菩萨的修学的内容 也包括了以圣文成的更新和凡夫更新 往生到极乐佛土每天所修学的科目 他们的行持 那么首先谈到这些菩萨 包括了到极乐佛土的一般众生 他们所可讲说常宣正法 这个又是我们看 内在的这个逻辑层次 它是非常的浅细 先谈他方国土的受极乐国土 这些菩萨供养的佛说法 然后谈这些菩萨回到极乐国土之后 亲阿弥陀佛说法 那么这里呢 谈这些菩萨众 他们自己本身要宣扬佛法 衡养佛法 一个层次一个层次 看非常清楚 那么谈到这些菩萨众 以及生文众 甚至包括了这些菩萨众 生的这些菩萨众的这些菩萨众 在前面的文字里面 已经是也有了解 他们也有去净土 也有去惠土 左恶的国土 像我们这个世界的国土 也有去无佛的国土 在没有佛的地方呢 能够撒下菩提的种子 种下三方的善根 所以他们要宣扬正法 那么从极乐国土 出来的这些圣者们 到他方国土去宣扬 肯定是要宣扬正法 那么我们谈正法 正法就是真正的佛法 从佛陀的智慧海里边 所流露出来了 佛对于我们的宇宙 以及人生的真相的述说 所以这些法呢 当然我们看到 也有菩萨的宣说 也有天人的宣说 所以我们说 如果说它是符合三法印 或者是大称的一十相印 我们也可以说它是正法 那么这里强调常宣正法 是因为在佛法传播的过程中 很容易出现相似吧 我们一般谈这个 如果说是从佛的智慧海里边 所流露出来 或者说它是符合 祖先无常 祖宝无我 就是无常 无我 它的导向都是处理 涅槃基金 不生不灭 那么这样的说法 都算是正法 或者是符合大称的一十相印 但是我们知道 佛法的传播的过程中 有时候这些你清醒来 好像是似乎有道理 甚至呢 你有时候也找出 它有什么大的毛病 有些可能就是 你看它一百句里边 它九十八句 九十九句都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它会在里边 猜这么一两句 但是这一两句呢 是有毒的 就是在很多人 在服用这个法药的时候 他不知不觉 中间的中毒了 那么这样就会产生 一种邪的质见 那就是正法 由相似的会变成邪法 那么它们会有一些 比较明显的特征 这种明显的特征 那么最重要的 我们看到最明显的 就是依人不依法 会把个人的这种地位 推崇得非常高 个人的崇备 搞得非常的堂皇 一般如果说是我们没有辨识能力的话 你都会很容易被这些学说所辜货 那你看 举一个非常浅显的例子 假如说就是我们谈这个僧保 僧是和和的意思 僧是亲近的意思 那么有些人他会说是和和 只要是一个和和的团体 宗舍六和镜的团体 它就是也可以叫僧 六和镜团体 第一个谈戒和同戒 就是大家之间都是一样的 第二个谈戒和同修 大家都是持戒 但是在佛法里边的戒和同戒 这个戒是要处理的 并且谈僧团的戒 那是都是你要守二百五条戒 这样的僧团 所以才会成为僧了 并且里边的很多规矩 像结魔法等等 你要符合这样的规矩 如果说是你去 威姐说是这个和和的团体 和和的团体很多了 四个人以上 他都可以叫僧 你从表面上 有时候不仔细去考虑 你觉得这个没问题 但是你要仔细去思维 这个都是相似法 它完全是违背了正法 所以你看会出现一些 我们看到这些 有时候传来传去的会出现 有些在佳巨师 和出家人倾度这样的事情 都会出现 那你在无形之中 在破会正法 那么由此我们得知道 要随佛的法律 要随送智慧 所以仅仅大师说 这些从西方极乐国土里边 出来的这些菩萨 他们之所以传播的是正法 就是因为他们传播的是 与阿弥陀佛的智慧 相应的教法 绝对不是别出心才 也不是花众取宠 自己搞自己的一套出来 那么这些菩萨 他之所以无微无失 没有违背佛意的地方 他没有失误 也是由于他们是随送佛的智慧 随送阿弥陀佛的智慧 所以这些就是 在我们这些今天的修学的过程中 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很多人是很容易凡夫众生 很容易失心自用 总会把佛讲的 或者是经典里边 某一段某一句 或者是自己的老师所说的 某一段某一句拿出来 以自己的意思去猜解 以自己的意思去过度地去发挥解读 真正的说不是从清静的智慧里边所去思维的 而是为了满足自己思维 那么这些都是与政法相伪的 好 我们再来看下面 与其国土所有万物 无我所心 无染若心 去来尽之 请无所系 随意自在 无所施抹 无比无我 无尽无悟 这些菩萨谈到他们与其国土 这里其国土就指的是极乐国土 极乐国土的所有万物 我们在上卷里边已经是看到了 释迦世宗对我们述说极乐国土的 各种不可思议的富丽和庄严 那么这样的富丽和庄严 那可以说是走出去眼睛所建筑的房屋 全部都是各种各样不可思议的珍宝所成 脚踩下去地上都是柔软的黄金 所以说是如果说是有染若心的话 有我的话 有私欲的话 有贪浊的话 在这样的环境里边 那是没有办法生存的 因为自己的贪欲是会得到爆棚啊 看到满地都是这样 都想占为基于我 那么所以这些众生 从圣者到一般的刚往生的贪腐 只要他从莲花开腹 无我所幸 没有这种占有的欲望 我即破所 那么我所幸是看到这个是因为他本身 他已经破除了我之 破除了我见 破除了身见 那么这个来说是太不容易了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禅宗里边这些祖师的修学 最难破的就是我之身见 我们作为凡夫众生 这个从小到大几十年了 我们总觉得这个身体就是我 身体就是自己 他不知道这个身体是一个我们暂时借来住的房子 身体是会破烂的 身体是会生病的 身体是会最终是化成灰 化成土的 所以这个东西 如果说是我们花太多的精力在上面 尤其是我们在前面讲到阿弥陀佛的第三十五月的时候 女众对于自己的身体会更加的执着 这个不是佛对于女众有启示 因为在生生世世的轮转的过程中 女众从一生下来 她就会把心思都会不断地用在自己的身体上面 那么用的心思越多 她会对身体越执着越贪着 所以她很难看破这个身体 要是自己的身体哪里出了一点问题以后了 尤其是当自己的这个形貌 身体有些方面需要一个疾病所 各种各样的疾病 要去窃取这个 要去去掉那个 对于女众来说那都是略竭自在 她心理上身体上 她都是很难接受 因为她固执的一直以来 无量级的轮回过程中 总觉得这个就是我 你要一下子把她的主意里 把她的精力要是转移开了 那是不容易的 所以你看佛经里面 佛在谈到这个女性众生 在轮回过程中 要是女转男生 那是太难太难 女转男生 然后呢 要真正要 最要破除身体 破除我值的话 你说我们从生到死 哪一切我们都不是 为我们自己在活着 都不是为我们这个身体 在活着 你说到哪一切 沉在我们这个我的 我们认为是我的东西 它就是世界上消失了 或者它被撞的面目全黑 或者是它是整个生气 我们都不认识 这个是我们自己了 这个痛苦啊 无尽的痛苦 总会是由生间我之所产生 那么各种各样的 堪称之脉 种种的这种烦恼 厚重的喜悉 都是由我之所产生 我首先是要占有的心 把这个东西占为己有 染灼心就是对未来这些 所有的物质的东西 和物质以为的名誉地位 贪着不舍的心 这是我们生生世世 没法处理的最根本的最粗重的怀恼 但是我们看到在四十八月里边 阿弥陀佛的承诺 我们从莲花出来以后 这个我们自然就没有生间 所以你看有名大师谈到说 若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 不用见弥陀 莲花一出来以后就已经大车大悟了 因为生间物质已经破除了 这是因为这是我们繁复众生 最厚重的一个喜悉和爱 这也是阿弥陀佛在印第四个以后 用力最多的一个地方 那么极乐国土的这些众生 正是由于他们已经破除了 生间物质了 他不会占有极乐世界这些祈祷地 这些黄金 他也不会对于极乐世界的 这整个环境 产生染灼 染是污染 灼是执着 心里面产生贪业 想聚为己有的心 这就是染灼的心 这就是我们私获烦恼的起见 那么不仅仅对极乐世界的整个环境 没有染灼心 没有火索心 我没有战友的欲望 去来尽之 去就是离开极乐国土 来是回来 禁止也是 去其他佛的国土 止是回了安住的意思 那么去来禁止呢 就指的是到他方的禁土和会土 清不熟悉 那么和极乐国土 一样的禁土 在法界里面 也是如恒和煞一样 你看我们在文化节经里面 看到那个香鸡国 那些菩萨 他不要什么修行 他吃饭就是修行 文香就是修行 整个国家都是香气弥漫 吃一餐饭 然后文文香 他整个他的身心都会得到提升 境界得到提升 所以在整个法界里面 祝福度众生的方式 安利菩萨之道的方式 真的是无料无便 那么当这些菩萨 去其他的国土去参学 他不会说看到这个地方 哎呀太好了 我去了以后不想回来 或者是看到一个 坏恶的国土 一去以后就充满了贤气之心了 所以这个地方 我这也不来了 臭死了脏死了 所以也不敢进人 有这么刚强 空气也污染 这菩萨不会 情所戏 就是会徒 他不会有厌恶之心 不会显示戏 净土 他也不会有贪罗之心 随地自在 无所失母 那么随意自在 无所失母 失母这个是从 这个 龙语 李仁里边 说的这个句子 这两个字 君子自于千相也 无失也 无魔也 亦之欲彼 那么这里所说的 失母呢 有些把它解释 就是失是亲的意思 魔是说的意思 从孔子所谈的 君子之道 他也是谈 平等之心 不能对自己 比较亲密的关系 比较近的好一点 对自己关系 比较远的 就疏离一点 那么他还谈到 另外一个层面 就是君子的作为 君子的作为是可于不可 可于不可地说 可以这样 也可以那样 没有一定的固定的模式 这个就是正好和佛法相应 所以君子的作为 可以这样 可以了 只要与人意道的相应 那么从菩萨这些作为 就是他度化众生的方式 他也是百华其放 仲才封城 各种各样的方便 全球都有 他不是一个死板的一个模式 也不是说是非要这样 或者是非要那样 他都是活灵活现 但是活灵活现的基础呢 是充满了慈悲之心的 充满慈悲之心的基础呢 是奠定在智慧和方便的基础上 所以你看这个菩萨度众生 无所事 就是方式可以灵活多变 倾诉远近可以不计较 但是呢 他一定是慈悲的 一定是智慧的 一定是能够让众生 能够接受的方式 光有慈悲不够 慈悲出下力 他一定是充满智慧 并且呢 在度化的过程中 一定是能够让众生 能够接受的方式 众生都是刚巧的 你不能抢按着牛头喝水 逼着他做这个 逼着他做那个 让他心里边能够接受 能够欢喜去做 那么这些菩萨在 行化度众的过程中 后面说 无比 无果 无尽 无算 那么前面谈到 他们是 已经是 破除了 身界过之的 所以呢 他对于 未在的物质的现象 以及自身的 这些 虚伏的名誉地位 他都不会 心有攀着 那么这里 无比 无我 是说明 他们突破了 二元对立的局面 比就是人啊 无人像 无我像 能够体会 同体大悲了 能够实行 同体大悲了 就是他人的苦 就是自己的苦 他人的欢乐 就是自己的欢乐 我们在这个世界 我们之所以苦劳 就是因为 我们自己的 我之身界太重 我们总是把 我们和他人 是对立起来的 二元分离 这是反复和 甚至最大的 最根本的区别 最甚至的层次来说 人和我是一起的 我即是 我即是 人即是 我和他是一起的 我和环境 也是一起的 一正也是不二的 那么从反复的层面来说 我们永远是割裂的 那么这种割裂 以世界 这些火魔 非常厚重的 我之喜气上 我之太重 他自然就会有人 我的风格 自然就会有嫉妒 自然就会有仇恨 自然就会有口角 敬送 敬互相接有攀比 送 赠送 甚至都是打官司 那么这些过失 正好是这些 圣者菩萨 他们都能够避免 所以说 在这里对于 这些圣者菩萨 对于马三藏 极乐国土的众生 能够破除 身戒我之 能够在 不负自己 不负力气的情形下 从联合开腹以后 又能够自然而然的 在一种 无比无我的 这样的殊胜的环境 和自己的这样的 所得到的 现成的 这样的起正理的修学 这就是对于 我们反复众生 一个最大的 最殊胜的 阿弥陀佛 对我们的加持 如果说是 没有阿弥陀佛 这样慈悲的加持的话 我们经常说的 你要破除我界 三代帝王福 提示状元才 才有可能 做得到这样 大福报 大智慧 才能真正在 禅宗里面 开悟 就是破除 圣结物质 所以有时候 你看到 有些这些 禅师所视线的 好像是一个 非常贫困的 甚至呢 非常潦倒的 那样的一个形象 但是你由他们的 言行 他们留下这些 文章文字 你去看看 哪一个不是 才华该使 避言路 景德 传东路 我们大家有空 可以去翻一翻 你才知道 以前开悟的 都是些什么人 所以有时候 你看那些 在古代 有时候 这些帝王 一道寺庙里边 和这些禅师 一坐下 一弄道 以后 都是打赤 已经 这些人 幸亏出家了 如果不出家 但是各个都是 做帝王将相的 打赤 所以有修学 要经过 那样深厚的福报 和智慧 才能够 有破除 我见我知 并且用这样 殊胜的善根 求生死 求处理之心 有那么强力 才会用来 殊胜的受用 和获得 但是这样的 殊胜的 不可思议的 这样的境界 我们一生到 极乐活动以后 每一个众生 都能够做得到 都能够 当下 都能够得到证 那么我们今天的 讲座就到这里 结束了 然后呢 下一次呢 是 我们小组讨论课 然后呢 我们 第五十一次的讲座 这道十二月份了 我们一起回向 愿以此功德 庄也为佛敬主 上发系统恩人 下记三十多苦 若也见闻者 稀发不及心 敬此依法神 同生毕乐 那么说 我们下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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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